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3月18日,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展开行动 加沙北部和中部清理行动还在继续进行 哈尤尼斯以军向未曾到达的地区推进 以军继续摧毁哈马斯基础设施 还爆破了一条长达2.5公里的哈马斯地道 消灭和俘虏哈马斯分子 3月18日凌晨 加沙北部西法医院 据悉有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抵达医院 以色列国防军对西法医院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重大行动 以军空袭西法医院顶层 出动坦克包围西法医院 接着展开轻角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表示 哈马斯准备在西法医院发起策划和开展恐怖活动 部队正在有限区域进行高精度的行动 上个月乙军在西法医院摧毁了一条哈马斯巨大的地道 现在防线放松 哈马斯就卷土重来 这更加坚定乙军展开拉法行动 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决心 哈马斯如果不被消灭 将再次捐土重来 而且会比以前更激烈 就像美国陆军退役将军 前中型军事长彼得雷乌斯所说 哈马斯如果不被消灭 将会适得其反 你不会派消防队扑灭80%的大火 让剩下20%的大火重新燃烧成更大的大火 3月17日夜间 以色列战时内阁 在人质家属压力之下 再次派出谈判代表团 前往卡塔尔多哈 进行人质谈判 人质谈判的焦点 仍然在于是否永久停火 以色列拒绝永久停火 哈马斯在要求以色列撤军 永久停火才肯释放人质 尽管细节上有所不同 释放人质可能分阶段 但以色列拒绝永久停火 意味着谈判达成的概率不会太大 内塔尼哈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拉法行动将在平民撤离后展开 这需要几周的时间 最终就会发生 3月17日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迫切需要向加沙提供援助 达成停战协议 并释放人质 加上民主党参议员领庆 查克舒默要求以色列大选 更换内塔尼哈胡 引发以色列不满 拜登和民主党与以色列关系紧张 甚至到了拆台的地步了 拜登和民主党在舆论压力下做出让步 反倒让以色列更加坚信决心 内塔尼哈胡称拜登失去了道德的指南针 重申将在拉法展开军事行动 而且他一定会展开 3月17日 内塔尼哈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猛烈的抨击旨在结束战争的各种虚假主张 内塔尼哈胡表示 如果在所有目标实现之前停止战争 那就意味着 以色列已经输掉战争 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不能屈服于这些压力 并且我们不会向他们屈服 内塔尼哈胡还重申 无论如何都会面对一切压力 继续共同战斗 直到完全胜利 3月17日 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民主党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 拜登放弃了以色列 特朗普还表示 如果他赢得11月的大选 他将告诉内塔尼哈胡 尽快结束加沙哈马斯战争 回到和平世界 特朗普没有呼吁停火 显然与拜登立场不同 特朗普表现出应该给予以色列支持 尽快完成拉法行动 3月17日 埃及总统塞西宣布 埃及和欧盟领导人 以联合拒绝以色列 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采取的军事行动 但这对以色列并不起作用 以色列不会在意其他国家的想法 内塔尼哈胡甚至对拜登博语理睬 更不要说其他国家的斡选了 这意味着 哈马斯没什么机会了 3月17日 以色列对黎巴顿南部 珍珠党四个不同地区的目标 进行了空袭 珍珠党每次袭扰发射火箭弹之后 都遭到乙军的打击 损失明显比以色列多 这么搞下去 珍珠党怕是玩不下去了 3月18日 有可疑目标 从鸿海进入以色列领空 并在埃拉特附近坠毁 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又开始袭扰以色列 胡塞武装不仅在红海不断的拦截商船 还宣称扩大拦截范围 不时的向以色列发射导弹 无人机 但都无法拯救哈马斯 以色列对哈马斯具有绝对的优势 在可预见的将来 以色列不惧压力 坚持展开拉法行动 那么哈马斯将再也没有什么机会 3月15日 内塔尼亚胡代表以色列 战时内阁签署命令 命令以军向加沙南端的拉法地区 发动全面进攻 标志着以色列对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最后一战 已经展开 因为进攻拉法可能发生的人道危机 美帝国务卿布林肯专门赶到了以色列劝阻 希望以谈判方式解决加沙的剩余问题 很明显 老拜登政府极力反对以色列军队进攻拉法 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多次了 一是担心剩余人质的安全 二是担心大战必然带来的人道危机 这两个原因都会对老拜登的大选产生不良的影响 而内塔尼亚胡不顾美帝反对 毅然决定向拉法的哈马斯残存武装 发起最后的剿灭行动 但他又公开表示 会尊重老拜登韦斯列画下的红线 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承诺会安排拉法地区滞留的120多万加沙难民 进行妥善撤离和安置 二是承诺消灭拉法地区残存的5000哈马斯武装使 尽最大努力保障剩余人质的安全 为了对哈马斯最后发起的战斗做准备 在前段时间 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区的物资 以保证救援物资都能发到加沙平民手中 而绝不会让哈马斯恐怖分子独占享用 显然呢 以色列这样做正是为了通过发放和分配救援物资之机 把拉法的难民全部撤离出来 安置到加沙中北 看情况啊 以色列的这个计划实施的相当的成功啊 已经展开的拉法之战 是以色列对哈马斯恐怖组织 残余势力的最后一战 漏网头目就交给摩萨德进行天涯追杀 战斗结果不用多说 哈马斯从此将成为历史 同时以色列还提出 对战后加沙如何管理的计划 首先加沙必须去军事化 不许再有武装力量 其次关闭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之间所有的陆路通道 以免恐怖武装再次袭击以色列 加沙与埃及的陆路通道 也就是拉法地区的进出 均由以色列负责 第三国际救援物资通过美的即将在海岸建造的港口进入加沙 救援物资的接收分配及发放工作 全部由以色列组织负责 第四战后加沙地带的行政工作 以色列指定由阿灵球来管理 因为阿灵球已经主动承担战后加沙的重建工作 加沙重建包括为加沙难民重建家园 以及发展加沙地区的各种民生和经济事业 所以由阿灵球来管理加沙合情合理 至于约旦和西岸的法达克 还有什么杰哈德 说实话别装笔了 只要还长眼睛地球人 谁都不放心 并由美的以色列阿灵球 及阿拉伯国家统一监督 这是说加沙战后的重建及管理 没有在商议的余地了 而关于战斗中 保障人质安全 以及解救人质 以色列在展开战斗的同时 也并未放弃谈判 哈马斯组织头目 当然怕死了 他们一直利用手中控制的剩余人质 要挟谈判 在布林肯的斡旋下 这次谈判地点选在了卡塔尔 以色列决定由摩萨德局长 巴尔内亚出面谈判 于昨天到达卡塔尔 哈马斯又提出新的谈判条件 要求以色列停火六个星期 并试图用四十名人质 交换八百名哈马斯俘虏 其中包括去年参与制造 十月七日恐怖灾难的 哈马斯流氓武装分子 那么以色列会同意 哈马斯的条件吗 但为了人质的安全 以色列还得谈 至于能不能谈下来 目前无法知道 总而言之 以色列为了拉法120万的难民 以及剩余人质的安全 都已经做出了种种努力 但必须实话实说 因为是最后一战 以色列要避免可能产生的人道危机 以及对人质安全的承诺 根本无法绝对保证 因为哈马斯残存武装 必定会垂死挣扎 甚而苟急跳墙 再说哈马斯流氓 早已习惯用加沙难民 做铜墙铁壁 以人质作为肉盾 所以以色列对哈马斯残存武装 展开的最后剿灭行动 等于是在美帝和全世界的人道主义者 监督之下而孤军奋斩 来完成对哈马斯恐怖流氓组织的最后一战 而且必须胜利 否则就不再有以色列 以色列当前所面对的这种态势与情景 和乌克兰一模一样 如果乌克兰不把俄罗斯侵略者打败 并赶出乌克兰领土 从此也就不会再有乌克兰这个国家了 局势如此严峻 因此还请惺惺作态的圣文表和道德表滚得越远越好 如果强盗要消灭你们 你们会向强盗妥协吗 人人历史上 请问哪次战争没有人道危机 所以千万被装逼 装逼被雷皮 谁若不服 请谁先做个以身似乎的动作 让地球人看看 你自己有没有那个高度和境界 但是坚持弘扬人道主义和坚守文明原则并没有错 至于美帝给以色列画的红线 地球人也都在睁眼看 以色列早已人之以尽 全世界和人类历史上 还有哪个国家在对强盗和流氓开打的自卫战争中 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啊 何况汉马斯是赤裸裸的恐怖组织 说实话 如此下流的劣质品种就不配有红线 节目最后 恳请宽宜的朋友啊 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呢 因为俄乌话题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恳请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国内的朋友啊 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进行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